這邊要先打個預防針 各位 因為我們在給各位的通知袋裡面 不是有好幾個雲端服務要註冊嗎 請問你都怎麼註冊 你都用自己的信箱註冊 你怎麼都那麼勇敢 你怎麼都沒有想過我只是來玩一下的 幹嘛一定要那樣子用我的信箱註冊 那你說到垃圾是應該的啊 怎麼可以怪別人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請你看一下 為什麼要放暖暖包 這樣比較暖心一點 拋棄式信箱好嗎 在這裡 你可以用拋棄式信箱 你沒有看過那個叫做mission impossible 收到任務之後 那個訊息就自動銷毀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把這個關鍵字把它用google找一下 這裡找一下 你可以找到很多這種 這一種就是那個 拋棄式信箱的 那你要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現在的信箱這種拋棄式信箱有分幾種 一種就是像我剛剛講的10分鐘就消失的 那麼其實也有一種是你可以指定日期 比如說我可能到哪一天 大概比如說一個月或幾個禮拜 我就用那段時間就好了 其他就不要找我 好那我是比較喜歡用10分鐘 所以你就把它點進去 當然我們現在現場人比較多 所以有可能你近10分鐘 我記得好像是20個以上嘛 也許你可能就同一個IP出去就進不去了 你可以找找其他的 你看我一進來之後有沒有 這裡就有一個信箱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收發信 就在線上直接收發就好 他在這個地方就有沒有收件夾 對不對 你要收信回信就在這邊 只要你只要不離開這裡就好 只要不離開這裡 這樣有了解了嗎 那萬一如果10分鐘之後還沒收到信怎麼辦 好 你就告訴他 神啊再給我10分鐘 因為還沒有 這樣了解 你只要這樣子 這樣我想你如果不是真心的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了 有些網站你可能只是 我暫時去一下嘛對不對 不得已的啊 或者你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什麼好康的 你每個都去註冊 這樣不是很麻煩對不對 我就用單純的 我先用假身份先進去玩一下 確認這個值得一來 我再註冊嗎 好 我們有試用期好不好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覺得真的這些服務 你不想要的話 你可以先試看看 這樣OK嗎 這樣子 心情有沒有比較暖和一點的 可以的 好 好